女人也是人 也有七情六欲 也需要男人温暖 幻想无数步动真哥 大家好 我是浪靖 大家好 我是赛哥哥 那么今天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做一个让女人喜欢的强硬男人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干货 第一个强硬就是面对女生的一些 无理的约会要求的时候 比如说 今天我们两个出来 但是我闺蜜在家没人陪 她要跟我一起出来 那你去陪你闺蜜吧 我们下次再约 很多女孩子她出来脱家带口 对吧 出来吃一个饭 带五六个 请示同学 闺蜜 理由很多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男人 他会出一个问题 就是特别想要见这个女生 以至于向女生妥协 记住一点 你向女人妥协 你就会成为一个备胎男孩 就会成为他和他闺蜜的陪衬 从一开始你的地位就在低的 面对女生要带闺蜜 或者要跟闺蜜去玩 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你今天去陪你的闺蜜 你想要见我 单独见我的时候 你再说你不想单独见我的时候 我们就不见了 为啥不见了 因为很简单 因为很有其他女生要见 很多我们的兄弟 你之所以态度强硬不起来 就是因为你的选择太少 那么选择少怎么办 左上角二维码赶紧扫一下 看一下我们怎么去认识女生的 一个小时认识30个女生 你还选择少吗 在这个见面约会的时候 很多女生可能会有一些无理的要求 比如说这走到路边这些服装店 它叫干嘛呢 你干嘛去哪呢 去她买衣服 买衣服你自己买呀 不行 我又不买 我又不买 实际上的 陪她买衣服是ok的 但是付钱你千万别来付钱 如果女孩子陪她逛衣服逛了过后 她要买单 男人怎么拒绝呢 哎呦很喜欢 很喜欢对吧 喜欢就要自己花钱买 没钱就这么的不买 真的 那我喜欢法拉利 你要不要送她法拉利给我 那我送个模型给你 那我就送一件衣服的布料给你 不行我送你20块钱的 你送我60块的衣服 我还赚40块 这样子 你送我20块钱的 我最多送你30块钱的东西 太少了 我就差不多了 我俩的关系 现在啥关系吧 听明白没有兄弟 就是拒绝她的时候呢 不要直接说不买 这样会显得你很傻屌 你就应该告诉女孩子 你自己喜欢 你要自己努力赚钱 那你跟我出来干嘛的 出来吃饭呀 看电影啊 谈恋爱呀 培养彼此感情的呀 对不对 不是买东西的 那肯定我花钱呀 吃饭呀 看电影这些钱男人要花呀 但是女人要买口红 要买包包 要买衣服 买高跟鞋 这些钱她自己给 出来跟女孩子约会 男生你应该明白自己 对吧 哪些钱是自己花的 哪些钱是坚决不能花的 她给她自己买东西 让她自己 对吧 自己花 但是我们要共同做一样的事情 那么我们男人来负担这样的成本 不知道说你们学会没有 那么除了呢 在一些女孩子提出的 让你为难的这样子的 这个情况下 你要强势和女孩子在一起 约会的过程中你也要强势 要强硬 那么最重要的是学会带领女生 带领女生分为两步 第一个呢是聊天节奏的带领 第二个呢是约会安排的带领 什么要聊天节奏的带领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 之前的阿杰的和女孩子的约会 就是完全没有聊天的带领 女生问什么她答什么 其实在阿杰的实战的这些女孩中间 有很多的可以学习的 左上角有一个阿杰的群 你可以添加一下 对吧 在群里面看一下 我怎么去分析这些女人怎么带领的 其实会带领女人的男人 他一定要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必须得要准备好 一些聊天的东西 很多男生为什么他无法带领女生呢 因为他问的问题 他自己都没有准备好 这个问题问过后 女人给了什么样的答案 她应该说什么话 比如说他们经常问女生 你什么星座的 对吧 你平时在干嘛 当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当女生回答这样的问题过后 她没话可以接了 为了问问题 为了聊天而聊天 这个就是一个 不会带领女人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 就是你要为你问的问题 接下来要描述的内容呢 做出相应的准备 比如说我想问女孩子说 哎 这秋天了 天气变冷了 平时还出去玩吗 要呀 去哪里呢 就这里啊 就是出来逛 火锅米逛街 嗯 那你平时去干嘛 我这20多号要去可可拓爱滑雪 那滑雪很无聊啊 为啥呢 咋会无聊呢 我又不会滑我为什么要去 你不会滑要学嘛 其实学会了很有乐趣 但是没关系 不会滑雪可以玩起来嘛 打网球也可以啊 我最讨厌打网球的男生 其实你看一下 跟女孩子聊天 你一定要准备很多的话 他的这个对话中间呢 一定要学会什么随机应变 你可以说滑雪打网球不喜欢 就健身 对不对 还不喜欢就唱歌喝酒 所以说你想要学会 在言语中对话中带领女生 你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打 无准备之仗 那具体怎么做呢 浪哥现在教你干货 就是把你的特质 你的兴趣爱好 你和其他男人不一样的点 在约会之前先罗列出来 我有什么样的特点 比如说浪哥呢 开卡临车 打网球 滑雪 冲浪 很多男生不做的 对吧 就显得自己特别了 每个月都会去到不同的地方 对吧 夏天的时候冲浪 冬天的时候滑雪 秋天 春天的时候 去日本 去曼谷 去东南亚这一带玩耍 这就是我每年的安排 但很多兄弟 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你平时没有爱好 没有兴趣 也没有安排 你永远只有家里工作 两点一线 因为你的经验欠缺 你没得聊 你没得聊 你没得聊就无法带领 你也不懂女人 那么对于这种兄弟 我觉得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你也不用像浪哥这样搞这么多爱好 也不用去天天去旅行啊 周游世界 你就每一个星期去参加社交局 你每天约不同的女孩子 出来聊天 出来见面 用其他女人的跟你聊的聊天的内容 来应付你今天约的妹子 比如前两天你约个妹子说她去冲浪 对吧 今天你就说我前两天有个朋友 说她要冲浪 巴拉巴拉讲 用其他女人的经验 来聊成你朋友的经验 然后来跟这个女人进对话 记住一点想要带领女生 要么是你自己的经验丰富 要么是你对女人的经验丰富 千万不要在网上学习那一键盘 告诉你怎么聊天 有什么话术 有什么技巧 没有用 现在的00后05后 不看这些 真本事来撩妹 才是我们浪迹情感的兄弟 应该学的东西 一个男人的强硬 除了在聊天中 要学会带领女生 其实在约会的安排上 也要学会带领女生 比如说你们才爱喝完东西 那女生可能会问了 就说我们一会去哪里 一会去哪里 对吧 很多男人他就是随遇而安 这个出来跟女孩子 约会的也没有一个计划 我们想要带领女生 一定要记住 约会的项目必须安排 约会项目的安排 有四个核心秘诀 叫做什么 动静结合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如果才喝咖啡 是属于静态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要安排点动态的穿插起来 比如说压马路 我们去打个卡边 那有个成都大字 那两个大字给我拍摄 展示面面 招娃娃 招娃娃 招娃可以 看到没有 女生有些时候会提供一些方案 其实这些跟女孩子约会的项目 怎么学习 左上角二维妈扫描 一堆跟女孩子约会项目可以学习 还有更重要的 就是天天跟女孩子约会 这些女生她想要干嘛 你就听到 对吧 学习 比如说你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去 在商圈 因为商圈什么配套都有 喝东西的地方也有 抓娃娃的 这个游戏层 对不对 跳舞机 这也有 想要去画个画 想要去做一个手工 这地方也有 关键是便宜 两个人一个项目下来 一百多块 千万不要安排什么 吃饭 吃饭是最花钱 却最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女人天天吃饭 你带她吃饭 一点特色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去搞点 平时她不做的 如果你们没钱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带领女生 听烂歌的 就是坐一会儿 走吧 女生说走那里 你说跟我走就行了 然后就到处逛 逛完了累了 去小吃街 吃点东西 反正就不花钱买衣服呗 就不给女生买东西 不花钱 不买东西 你知道为啥吗 钱要留在干嘛呢 给自己买衣服 那小视频也不给女生买 小视频必须买 五块钱一来一元店 三十块 三十块的话再见 三十块一个女人三十块 十个女人就是三百 因为一百个女人是三千块钱 有这个钱我们买一身衣服 搞个发型 把脸搞帅一点 是不是更靠谱 因为很简单 今天约这个女生 你花了钱 她不喜欢你 这个钱就白花了 你把所有的钱花在自己脸上 女人走了 你人还占 怎么可能会亏本呢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内容也是你的 钱花给自己也是你的 女人就是什么 出来见面约会 陪伴你的 能陪伴就继续 不能陪伴就再见 我再约下一个 说到很多兄弟呢 千万不要为了把妹谈恋爱 就去为难自己委屈自己 你要记住一点 这个事业上 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女人有一天会离开你 但是你自己永远不会离开你自己 不知道兄弟吗 学会吗 当你强势的跟女人牵了手 跟她搂了 这个时候就要把她 往这个私密空间带了 你不可能在大街上 就在那里交配了 对不对 又不是派敌 对吧 你走到这种酒店门口 走到这些私人影院门口 就要往里面带了 就休息一下 累了 走吧 在哪里休息啊 就 这里休息啊 这个私人影院 私人影院 对啊 看看电影休息 就我们两个 那你再把闺蜜叫来一起玩呗 真的是奇怪的很 对吧 要是这种方式带下去 走吧 你们好玩了 走吧 神秘的地方 走嘛 你看我干嘛 什么神秘的地方 非常神秘的地方 你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对吧 走嘛 去看一下没人 没人的地方 知道吧 就拖就完事了 但是注意点啊 就是要有这种好玩有趣的方式拖女生 不要她在那里不愿意 卧槽 这种都在 就生气了 你还在那拖 这个就是猥琐女生 而是要这种 循循善诱的方式 走嘛 走嘛 别这累啊 走累 走累 想看电影 别这看我 走吧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电影院看 我要看电影下架 干嘛呢 你笑啥呢 我补 补那个 补一下我的新目标影片 带你看吧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看过没有 没有 对了 早就下一个 走吧 掏出手机 来订一个房间 这个时候她不说话 一定马上掏出手机 就要订了呀 你说我们先订一个房间 哎老板 哎两位等会 四点五十有没有 好五分钟到 马上等她 没有反应过来 马上把定了 钱给了 那如果她在跑呢 不可能 那女生她要跑 她你花了钱她在跑 没有这样的女生 知道吧 她如果真的在跑了 我们再叫下一个来 就只能这样办了嘛 钱不能白花嘛 对不对 不认为现在很多预定的 团购的可以退的 嗯 知道吧 还有不是开房 啊剩院是会退的 对吧 她如果去是不愿意 你说算了 那就不去了 钱花了白花了 知道吧 没关系 走吧 我们去吃饭 迂回一下 然后坐在吃饭的时候就说 300块钱不能白花呀 给老板打个电话 能不能延一下时间 这么慢再去 知道吧 再坚持一下 女生不愿意 迂回一下 说不定她一会又想了呢 对吧 你要一定要记住一点 女人也是人 也有七情六欲 也需要男人温暖 对吧 压在身上 女孩子也喜欢 不然穿这么漂亮 穿这么性感 出来干嘛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男人一定要强势一点 但是要讲究一些迂回战术 不能硬刚 该强 该柔的时候 一定要刚柔并济 他就是找不到这个度 那么如果你找不到度 其实你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太过于柔了 你不敢刚 你先刚 刚到要报警的时候 你马上撤退 你先学会去突破女生的承受的极限 找到那个临界点 可能说你要敢于去尝试 敢于去失去女生 你才能够找到这个女生的这个最难以接受的点 以后你在约女生的时候 你知道她的点在这里 你就在这个点之前徘徊 游走就OK了 一会儿又进来了 一会儿又出来了 一会儿又靠近了 一会儿又遗憾 当你学会这样子拉扯女生过后 久而久之你就学会了撩妹 你久而久之你就学会了试探出了女生底线 久而久之你就永远不会失败 不知道兄弟们 学会没有 你想要成为一个像浪哥一样强硬的男人 死死将女孩子干住 那么其实你的任何的肢体语言 你的表情 你的这种情绪 你就永远要保持一致去 一来就要保持强硬 对吧 比如说让女生坐 这都要安排 女生不说话的时候你也不说话 我也坐在这里 女人玩手机我也玩手机 我手机不在 你手机不在 那被我藏了 很多说例是这样子的 当女人在这玩手机的时候 她要去问你在跟谁发信息 这种一下就没有态度的不强硬了 很忙吗 现在 那就先忙 对不对 我上个洗手间 那把女人晾在这里 要让她为自己的这种怠慢付出代价 很多男人就是 什么都听女人的 让你不开心的 你也不反召 女人让你不舒服了 你一定要让她也不舒服 这个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强硬的感觉 当然你要讲这些方法 对吧 你要适合的 该强硬强硬 该软就软 如果两个人都在吵起来 你说跟你开玩笑 你何必这么认真 马上就要软回来 很多男人就硬刚 被男人打起来了 腿都打扯了 这个不行 我只要腿都走了 被碎踢了 被驴踢了 被驴踢了 驴踢来了 哈哈哈 你要是这个母驴 知道吧 跟这个女孩子呢 有些时候 特别是开始的阶段 对吧 你的肢体预言 你的行为 就要展示出带领的一面 就要展示出 所有事情尽在掌控 前提就是 你不要去吃女人的颜值 很多兄弟 看到男女生漂亮了 性感的需求感上来了 她就硬不起来了 作为一个男人 你要想硬就硬 千万不能软 女人不喜欢软的 那当女生面对漂亮的 性感的 你怎么想又软了 又硬不起来怎么办 很简单 给自己催眠 对吧 她也会拉屎 她也会放屁 瞬间崩溃了 知道吧 握手机赶紧走了 用这样的方式 来让自己强一强 当然这个是你不得已而为之 真正的海王 真正的把妹达人 她们看到漂亮的女生 也跟看到不漂亮的女生一样 一视同仁 所以她对所有女生态度都一致的 想要提升自己 还是不要自我催眠 自我安慰 阿Q精神 还是要把自己的美女池子给建立起来 该搭讪搭讪 该用社交软件 用社交软件 该拍照拍照 该卷颜值卷颜值 让女人多起来 自然 态度就强硬 不知道兄弟们 学会吗 今天呢 告诉大家要成为一个强硬的男人 但是中间有一个细节 最后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一切是建立在尊重女人 男女平等的情况下 对吧 女生一来对你很好 很友善 你还在那耍态度 还在那 故作很强硬 就听了浪哥的话 这样去乱搞 我没说这样子 女人对你好 你要对女人好 女人在这里犯贱 耍二 在这里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 你才要强硬 女生跟你好 一定是和谐相处的 和女孩在一起 应该快乐 应该开心 而不是显得自己很强硬 故作自己很深沉 在这里显得自己很高冷 不是 女人只要她愿意跟你好好玩 你马上就嬉皮笑脸 就要态度就要好 亲爱的想去哪里 对不对 该强硬的时候要强硬 其实男人一定要像自己的鸡巴一样 能大能小 能深能曲 能硬 也能软 你才是个真正的男人 哪有鸡巴天天硬着的 如果你鸡巴天天硬着 我告诉你 没有两天你就仰尾 一定要学会什么呢 学会跟自己的二弟学习 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那么今天的把梅地图呢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更多的干货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给大家拍出来 然后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不要忘了点赞 关注 这对我非常重要 兄弟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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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